冰库县位于日本的关西地区 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 是一个适合自由行的绝佳目的地 无论是古老的城市、迷人的海岸线还是美味的料理 冰库县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以下是冰库县自由行的景点和美食推荐 包括景点规划、交通方式以及人文风情、景点规划 1.神户市 神户市是冰库县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 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您可以漫步于神户的街道 欣赏传统的建筑风格 如日本的传统木造房屋和西方风格的建筑物 闭坊景点、神户港 以其迷人的夜景闻名于市 您可以在夕阳西下时到访 欣赏壮丽的景色 三宫神社 位于市中心 是神户市最重要的神社之一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建筑风格 北野艺人馆 这里保存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外国居留者在神户居住时的建筑 充满怀旧的氛围 美食推荐 神户牛肉 以优质的和牛闻名 可以品尝到最正宗的神户牛肉餐厅 如Moria等 神户港地区海鲜 新鲜的海鲜是这里的特色之一 不要错过在神户港附近的海鲜市场 品尝新鲜的海产料理 2. 基禄市 基禄市是兵库县的另一个重要城市 以其壮丽的基禄城而闻名于市 游览这座城市 您将背其悠久的历史和迷人的风光所吸引 闭坊景点 基禄城 被誉为日本最美丽的城堡之一 是世界文化遗产 其白色的外墙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冰库献立自然公园 位于市区周围 拥有壮丽的自然景观 和丰富的生态资源 是徒步和官鸟的理想场所 美食推荐 基禄城周边的小吃 您可以品尝到各种当地的美食小吃 如炸虾天妇罗 和当地的烤肉串等 银杏屋 这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日本料理店 提供当地传统风味的料理 是品尝当地美食的绝佳选择 三 油马温泉 油马温泉是日本最古老的温泉之一 被誉为温泉之乡 这里有丰富的温泉资源 和优美的自然环境 是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 必访景点 油马温泉街 这里聚集了许多温泉旅馆和商店 您可以在这里享受舒适的温泉浴 和购物体验 油马寺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寺 建于奈良时代 是一个宁静的地方 适合静心冥想 美食推荐 温泉蛋 这里的温泉蛋非常有名 可以在温泉街的小吃摊上购买到 温泉乌龙面 油马温泉地区 有许多提供温泉乌龙面的餐厅 您可以在这里品尝到独特的汤头风味 交通方式 冰库县内的交通十分便利 您可以利用公共交通系统 轻松到达各个景点 以下是一些常用的交通方式 JR列车 连接冰库县内的各大城市 包括神户室和记录室等 是游览冰库县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地铁 神户室和记录室都有地铁系统 便于室内交通 巴士 在各大城市之间和景点周围都有巴士服务 方便您到达目的地 此外 如果您想更自由地探索冰库县的各个角落 也可以考虑租用汽车或自行车 人文风情 冰库县 拥有丰富多元的人文风情 反映在其历史 文化和传统艺术中 您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浓厚的日本传统风情 同时也能感受到其与西方文化的交融 神户室和记录室的街道上充满了怀旧的氛围 您可以看到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手工衣品店 在油马温泉 您可以体验到日本人对温泉文化的热爱 感受到温泉小镇的悠闲氛围 此外 冰库县的美食文化也是其人文风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您可以品尝到当地的传统料理 如神户牛肉和温泉乌龙面 同时也可以品尝到各种一国风味的料理 反映了神户市作为港口城市的多元文化 总的来说冰库县以其丰富多彩的人文风情 壮丽的自然景观和美味的料理而闻名 是一个值得您探索的目的地 无论是对日本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游客 还是对美食和自然景观感兴趣的游客 冰库县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为您的自由行增添更多色彩 在冰库县旅行时 您可以考虑购买一些当地特色的伴手礼 让您的旅行更加有意义和纪念价值 以下是一些冰库县的必买伴手礼推荐 神户牛肉零食 神户牛肉 以其优质的口感和美味闻名世界 您可以购买一些神户牛肉风味的零食 如牛肉钱 牛肉饼钱等 作为送礼或自己享用都是不错的选择 冰库县的水产品 冰库县位于海岸县附近 有丰富的海产资源 您可以购买一些当地的海味伴手礼 如海苔 鰻鱼罐头 盐烤鱼片等 都是美味可口的礼品 冰库县的酒类产品 冰库县也是日本知名的酒类产地之一 您可以购买一些当地出产的清酒或美酒 作为伴手礼 如油马美酒 激露清酒等 品质优良 味道独特 冰库县的手工衣品 在神户市和激露市等地 有许多手工衣品店 您可以购买一些当地手工衣品 作为伴手礼 如汉纸制品 陶瓷器皿 漆漆等 具有独特的日本风情 油马温泉产品 如果您造访油马温泉 可以考虑购买一些温泉相关的产品 作为伴手礼 如温泉矿石 温泉香皂 温泉疗效的保养品等 可以带来舒适和放松的效果 无论您选择哪一种伴手礼 都可以带回家作为对冰库县旅行的美好回忆 同时也是对亲朋好友的精心礼物 冰库县 有许多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祭典 这些祭典彰显了当地的传统和风情 以下是一些冰库县 值得参观的文化祭典 神户灯会 神户市 每年8月举办的神户灯会 是一个结合了日本传统和现代文化的盛大活动 数以万计的灯笼 在神户市中心的街道上点亮 并有各种舞蹈表演 花车游行等活动 神户舞蹈节 神户市 神户舞蹈节是每年秋季举办的一个盛大活动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者和观众 在这个节日里 您可以欣赏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舞蹈表演 感受到多元文化的魅力 薄膜滩图佐日本舞蹈大会 加古川市 这是薄膜滩地区最大的日本舞蹈盛会 每年秋季举办 在这个活动中 您可以欣赏到优秀的日本舞蹈表演 鸡鹿城春之镇 鸡鹿市 这是每年春季举办的一个重要祭典 旨在纪念鸡鹿城的历史和文化 活动中有武士游行 古代装扮表演等节目 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观赏 游马温泉秋季 游马温泉 游马温泉是日本最古老的温泉之一 每年秋季举办的游马温泉秋季 是一个展示当地文化和传统的重要活动 在这个节日中 您可以欣赏到传统的舞蹈表演 神渔游行等活动 这些祭典不仅是当地人民的重要传统活动 也是游客了解冰库县文化的绝佳机会 在这些祭典中 您可以感受到日本独特的文化魅力 并与当地人民一起共度美好时光 冰库县拥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古汉建筑 反映了当地丰富的文化遗产 以下是一些冰库县值得参观的古汉建筑推荐 基路城 基路市 基路城被誉为日本最美丽的城堡之一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其白色外墙和独特的防御系统 使其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建筑物 每年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 三宫神社 神户室 这是神户室最重要的神社之一 也是当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 三宫神社 建于八世纪 历史悠久 是神户室的重要文化遗产 北野艺人馆 神户室 北野艺人馆 是一个保存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居留者建筑的区域 这些建筑风格多样 包括西式建筑 摩尔式建筑等 展示了神户式的多元文化 有马温泉古街 有马温泉 有马温泉古街 保存了许多古老的日本传统建筑 是一个展示日本传统风貌的重要场所 您可以在这里漫步 欣赏古老的建筑风格和当地的文化氛围 基禄市立美术馆 基禄市 这是一座位于基禄城附近的美术馆 展示了许多当代和传统艺术品 是欣赏艺术和文化的理想场所 这些古汉建筑不仅是兵库县的文化象征 也是日本历史和艺术的重要见证 无论您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 还是欣赏建筑艺术 这些地方都值得您一游